当一个女人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她会很快爱上她,决定让她每晚都睡在她的床上。 但几个月后,她开始感到不舒服,经过一次紧急去医院的旅行,她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艾米丽惊醒了,她感到恶心,胃在静卵和抽搐。 一个小时里,她坐在卫生间的马桶旁,祈祷恶心会减轻,她的猫茶里则坐在台面上,她的耳朵会动,好像在想着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她的人类。 当恶心没有减轻时,艾米丽请了病假,因为这种胃病让她无法离开浴室地板,她感到虚弱,她的肌肉痛得刺痛, 她不敢离开马桶或离开地板,害怕移动会导致她的胃里的内容物剧烈地溢出。 相反,她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蜷缩在那里,而茶里则一直观察着她,虽然它们之间保持着一小段距离, 但她还是观察着她,当心的疼痛或恶心的浪潮唤醒她时,她微微睁开眼睛,她身边睡着的猫的轮廓使她的心跳加快, 她感到如此虚弱,以至于她的大脑一团糟,有时她觉得自己仍然在布鲁图斯旁边睡觉。 艾米丽最早的记忆是关于布鲁图斯的,一个黑白相间的礼服, 她小时候发现在外面徘徊时就找到了她,这是一个一见钟情的故事, 经过几周的努力,给布鲁图斯带来零食,毯子,盒子和艾米丽能想到的猫所需要的一切, 她终于开始信任这个奇怪的人类,在她母亲察觉之前, 艾米丽已经将这只小野猫抱进了怀里,一次又一次带她进屋, 直到最后她母亲同意留下布鲁图斯,当艾米丽已经成年时, 布鲁图斯在23岁高龄时去世了,她以各种方式都在她身边, 即使年老使她的时髦态度变得更为明显, 这次死亡震撼了艾米丽的内心,悲伤充斥着她的头脑, 让她心里充满了阴暗的乌云,一场永无止境的暴风雨在表面下酝酿, 承诺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上另一只猫, 但如果有什么东西是猫人知道的, 那就是宇宙总是有一个绝妙的计划, 就在她以为她的悲伤会永远感觉像一个无底洞时, 宇宙决定是时候让她再次学会爱了, 是时候让她愈合了, 在春天的初期,艾米丽面临了一个选择, 而宇宙已经知道了答案, 她最好的朋友露西尔打电话给她, 情绪慌乱, 露西尔去商店买了一些东西, 但回家时多了很多意外收获, 一个瘦小的猫在停车场里游荡, 躲闪着汽车, 吓得躲在购物车下面, 她的棕黑色皮毛被污垢覆盖, 眼睛中充满了恐惧, 在混乱中, 露西尔设法捕捉到了这只动物, 并带回家, 但她的孩子对猫过敏, 打喷嚏和红肿的眼睛很快就成了一种趋势, 艾米丽立刻带着猫回了家, 但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她意识到之前, 查理被打扫干净并未养了, 她是一只棕色虎斑猫, 头部, 背部和腿部都有黑色斑纹, 底部呈烧焦橙色, 严重打劫, 尽管洗澡过后艾米丽想给她梳毛, 但她不想给这只可怜的家伙带来更多的压力, 这个工作留到另一天吧, 在新家的头几个星期里, 查理特别喜欢躲在艾米丽床底下和浴缸里淋浴帘后面, 她的个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展现出来, 而在一起的头几个星期里, 查理和艾米丽最多只是疏远的室友, 但随后事情开始改变, 接近两个月的时候, 查理开始花更多时间出现在名处, 而不是躲藏起来, 她仍然不愿意让艾米丽梳理她底部的打劫, 但从她看到的情况来看, 情况并没有她最初想象的那么糟糕, 不过, 查理的右侧肚子上有一个奇怪的突斑, 在那里留下了一个丑陋的疤痕, 她还注意到她的鼻子上有一个小细白线, 另一个疤痕, 表明查理在野外经历过一些事情, 她经历了战斗, 艾米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理解她对她的不信任, 他们的关系继续一步步地增长, 艾米丽给查理准备了她可能想要的一切, 猫床, 毯子, 玩具, 零食等等, 她和布鲁图斯一样被宠坏了, 最终, 查理开始在小屋里奔跑, 和一只五彩缤纷的老鼠搏斗, 甚至在她被卡在奇怪的地方时, 让艾米丽触摸她以取出, 当她走进房间时, 她会发出叽叽声, 甚至慢慢地眨眼, 这是他们关系的开始, 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查理回到家后, 艾米丽在半夜醒来, 睡意朦胧的眼睛从枕头上轻轻抬起, 有什么东西惊醒了她, 她能感觉到床单上有动静, 查理跳上床, 当然保持着距离, 坐在床的中间, 看着艾米丽睡觉, 这是她告诉她她信任她, 她想要保护她的方式, 从那时起, 她总是睡在她的床上, 尽管有一段安全的距离, 一个下午, 她鼓起勇气把她抱在怀里, 她僵硬得像块木板, 眼睛睁得大大的, 但她没有抓伤她, 艾米丽计划解决她底部剩下的三个打结, 它们越来越大, 接近两个相邻的硬币那么大, 艾米丽知道, 如果不加治疗, 这些毛发的结会让查理感到疼痛, 布鲁图斯有着长长的腹部毛发, 迫使艾米丽定期梳理她的毛发, 否则她的毛发会变得非常打结, 查理和布鲁图斯之间唯一的区别是, 布鲁图斯不太在意, 可以说她甚至喜欢被疏离, 而查理还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艾米丽坐在客厅的硬木地板上, 伸手拿起放在咖啡桌上的刷子, 对查理说着温柔的话语, 她小心翼翼地把它翻到背面, 放在自己的腿上, 就像以前和布鲁图斯一样, 慢慢地, 艾米丽拿起刷子, 开始小心地拉扯打结的毛发, 查理举起爪子抗议, 但仍然僵硬不动, 艾米丽几乎快把最后一点打结的毛发解开了, 查理决定已经受够了, 毫无声息地离开, 她开始扭动身体, 试图重新站立起来, 艾米丽迅速放下刷子, 帮助查理站起来, 但当她的一只爪子着地时, 她便从她的臂膀上跳了起来, 尖利的爪子刮破了艾米丽的皮肤, 引起了她前臂上的灼热感, 她痛苦地嘶嘶作响, 放开了猫, 看着她奔向敞开的卧室门, 很可能是跑去藏在床底下, 凝视着伤口, 只有一个在流血, 艾米丽没当回事, 冲洗掉了血迹, 把她擦干, 查理整天都躲藏着, 但最终听到厨房里 倒出晚餐的声音才出来, 那晚, 她选择睡在客厅里 一只蓝色的毛绒毛床里, 一只眼睛睁开, 以防那可怕的刷子 在夜间袭击她, 但是那晚, 艾米丽遭受了可怕的袭击, 一股强烈的恶心感, 一整天都困扰着她, 下一次她醒来时, 感觉并没有好转, 手机在她旁边响起, 屏幕照亮了黑暗的房间, 已经很晚了, 接近晚上10点或11点, 是艾米丽的朋友 乔石打来的电话, 她是来关心她的, 他们本来有计划 在那晚见面, 但她开始感到不舒服, 她发了条短信给她道歉, 然后就陷入了 自己的疾病中, 乔石是理所当然地关心的, 因为他们本应该见面的, 这段时间, 他们很少见面, 乔石在工作中升职了, 而艾米丽的家庭 又增添了新成员, 时间过得很快, 但他们都是成年人, 理解有时候会出现意外, 乔石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艾米丽不会去看医生, 她有时会想, 如果她摔断了腿, 她会不会甚至打电话 叫救护车, 在结束通话之前, 她让她承诺, 如果早上她感觉不舒服 或者发烧还没退, 她就会更新她, 如果情况如此, 乔石将带她去看医生, 艾米丽勉强同意, 主要是为了让她挂断电话, 这样她就可以回去睡觉了, 就在艾米丽即将陷入昏睡时, 黑暗中传来了一声柔和的喵声, 如果电视开着, 她可能就听不到了, 睁开一只眼睛, 她发现查理就在她的脸旁边, 离她的脸几乎只有一英尺的距离, 艾米丽能看到她的轮廓, 被她卧室窗外的街灯照亮, 查理再次瞄了一声, 声音更大了, 开始在艾米丽附近嗅叹, 她的项圈上挂着一个小铃铛, 随着动作发出清脆的声音, 现在意识到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艾米丽问查理是否在需要晚餐, 几个小时前她睡觉前, 给她打开了一罐食物, 放在了厨房的地板上, 但现在肯定已经过了十二个小时了, 查理没有拇指, 无法自己喂食, 艾米丽从床上慢慢站了起来, 她的动作迟缓而不稳, 这在你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睡觉后, 是可以预料到的, 一旦她站起来, 一股大的像德克萨斯州的偏头痛, 袭击了她的头颅, 艾米丽想知道, 是不是因为她自己还没有吃晚饭, 恶心仍然存在, 虽然没有之前那么严重, 艾米丽不想冒险, 不管她的胃怎么说, 都决定喝点水, 她把自己带到厨房, 查理一直跟在她身边, 几乎好像她知道艾米丽生病了, 感到难过, 或者是因为她知道, 她是今晚得到晚餐的关键, 不管怎样, 艾米丽小心地给查理倒了太多食物到碗里, 坐在地板上, 没有精力回到卧室, 看着查理吃东西, 艾米丽想知道是什么让她生病了, 也许是她昨天做的肌肉闻起来不错, 也没在冰箱里放超过两天, 所以应该没问题, 但话又说回来, 你永远不知道, 有些东西在商店的货架上放了多久, 她可能也接触了染有胃病的人, 艾米丽心里想着要记下一笔, 补充手提包里的洗手液, 也许要更经常地使用它, 一阵响亮的咕咕声填满了房间, 艾米丽叹了口气, 今晚会很漫长, 但查理肯定会一直陪在她身边, 她的大眼睛盯着她, 慢慢地眨着,充满了爱意, 艾米丽端着水杯走向浴室, 到了第二天早上, 乔什不会接受拒绝, 她把艾米丽送上车, 去了急诊室, 等待的时间很长, 但当艾米丽最终被带到看医生时, 护士很理解并表示歉意, 看到医生时, 一个头发花白的友善老人, 她决定抽取一些血液, 但她认为这只是一个胃病, 艾米丽则被乔什过分关心她的健康, 尤其是像胃病这样简单的事情, 但医生接下来说的话, 对艾米丽来说更加令人震惊, 艾米丽去看医生时已经生病了24小时, 但她的诊断远比普通的胃病可怕得多, 她的血液检查显示出令人担忧的迹象, 医生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她询问她的生活方式, 她吃了什么, 她从哪里获取食物, 以及她接触过哪些动物, 艾米丽告诉医生有关查理的事情, 但她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接触过了, 但当医生指出她手臂上查理抓伤处的小红种时, 一切都给她想通了, 医生下令进行一项进一步的测试来证明她的理论, 然后向艾米丽和乔什宣布了消息, 卡拉病毒感染, 这并不会危及生命, 但如果查理不接受治疗, 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反复发作的问题, 任何人在适当的情况下都可能感染这种病毒, 但艾米丽从未想过自己因为养猫而生病, 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常见的细菌, 常见于与其他感染动物的粪便, 接触或食用受到细菌污染的食物或水的流浪猫或野生猫, 人类也可能在没有养猫的情况下经常感染这种病毒, 因为它会感染没有被正确处理或储存的食物, 艾米丽可能仅仅是因为和查理一起睡觉, 而手臂上的伤口只是加剧了已经不太好的情况, 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 她将继续出现症状, 如果情况特别严重, 她被告知要检查查理的猫砂盆, 并注意她的排便情况, 她被送回家, 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乔什一直陪在她身边, 回家的车上充满了关于何时, 以及如何带查理去受医纳的讨论, 她需要接受细菌测试, 以及其他可能携带的疾病, 艾米丽几乎感到羞愧, 她没有更早带她去受医, 她知道她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 可能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她可能患有猫艾滋病, 她直到为时已晚才知道, 乔什同意帮助艾米丽度过这段时间, 并在查理去看受医时陪在他们身边, 这种感染并不会危及生命, 但如果查理是这种疾病的携带者, 艾米丽需要知道, 她需要康复, 因为如果不加治疗, 她有可能会死亡, 无论是因为脱水, 还是类似的原因, 当乔什打开艾米丽的前门时, 一声响亮的鸣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是门后面的某屋, 打开门, 查理坐在那里, 端庄而英俊, 对主人的回归发出污液声, 艾米丽的心膨胀到了她以为她会爆裂的地步, 她对她的毛茸茸朋友表示了问候, 查理回了一声咆哮, 转了几圈, 开始走进屋子里, 每走一步都会转过头来, 确认里面的人类是否安全, 艾米丽知道, 在那一刻, 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她吸取了一次艰难的教训, 并发誓永远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尤其是当查理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时, 多么令人震惊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ra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